是更改 本來把靜態的 新書介紹這個地方 本來我們按下一筆的時候是真的是跳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那這個時候呢 然後之後我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是動態的 也就是說你不是真的去跳一頁 而是什麼 而只是說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可以去把 這個圖抓過來 塞到這裡面來 這底下的這個字有沒有 也抓過來 放在這裡面 那圖的部分 會有個陣列 比如說裡面有五張的話 那就五個陣列的索引值 然後文字也是一樣 陣列裡面切五個空間去存放這些資料 然後你可以透過按下一頁之後的話 去觸發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呢 就會去執行某個方法 這個方法比如說叫show net的方法 它就會自動去抓住這些動作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動態部分 也就是說那個這個部分是屬於JQuery Mobile的那個程式運行的方式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也就後續如果我們牽涉到 程式方面的它的運作的方法都類似喔 所以你這部分如果不熟的同學 請務必回去要再做複習 那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其實呢在我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有些漏掉的部分的話 回去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的路徑稍微看一下 首先的話哪些呢 第一個你要先設定有沒有按鈕 本來我們有五張五本新書對不對 那你要做五個頁面 這個時候不用做一個頁面就好了 那一個頁面怎麼樣跳五個五張圖 第一個就是你要先知道說你的事件會在哪邊觸發 就是你是按按鈕呢 還是去做什麼做比如說波的動作啦 波波的動作你就要去去做那個波的動作的事件的處理 那我們先比較簡單的 先用按鈕的話 假設你按下去那個按鈕 那所以你 會有按鈕的動作的話特別注意 只要是 事件的地方一定要給他ID 所以後面的話不是講什麼ID 也就將來呢 程式要能夠找得到他 他才可以去連結到後續的動作 另外呢 圖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圖啊 將來也要 也要能夠換一張 所以只要有動作的部分的話 那他的屬性會變更 你也要給他一個ID 底下的字也是一樣 字的話呢 如果會變動 你也要怎麼樣 告訴我 這一段落呢 他的ID叫什麼 這個段落裡面的字 才可以變更 所以要 要給他名稱的話 總共會有 上一筆嘛 然後還有什麼下一筆 上一筆下一筆的 做法有沒有看到 記得喔 就這樣子而已啦 那當然你們 上課我們有一本指令用書 不過那一本裡面沒有那麼清楚啦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他應該就一個畫面 就這樣子 他也會告訴你說 第一步要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 我等於是幫這本書 在做那個細部的 解說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 這本 我只要上 我可能會被他